青砖灰瓦,飞檐窍角,泉水谷谷 坐落于全城济南生象中的四合院 有一部分依旧保持着传统民居的古朴风格 还有一部分四合院被主人或租客 按照自己的理念为老四合院装上落地窗 中央空调等现代设施 再配一简单大方的装修 使这些传统四合院重换生机 有专家认为对济南四合院进行保护性商业改造或成趋势 8月15日,记者走进进南宽窄不一的老胡同 一座座布局别致的四合院散落分布 许多院子已经变换模样 被改造成文艺酒吧,现代民宿,私房餐饮店等 传统风格与现代元素并存 以另一种形式留住城市记忆 郭夏南是一家民宿的店长 三年前,他和老板于天伟将编纸项的百年四合院改造成了现代民宿 郭夏南称 希望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复活传统民居 吸引年轻人入住体验 感受济南当地文化 因为现在大家需求越来越多了嘛 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很硬性地住一些酒店 他们现在更喜欢住一些有特色的民宿 觉得之后有家的感觉 我们就找了一间这样的院子 但这个院子的前身呢 它其实也是民国的建筑 然后当时院子里边比较荒凉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院子就是重新修缮 修旧如旧 尽量尽最大可能的保持这个四合院它原有的这个相貌 在距离边指向约一公里的王府吃的街道里 藏有一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至今仍保有当时的建筑风格 李敬莲是张家第十七代孙纪 在受访时说 张家祖先为明朝价钱带刀指挥 跟随王爷来到此地 就此张家人代代守护传承至今 我们这个张家大院呢 它有着五百多年的人的传承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家老祖呢 是从明朝的时候跟着王爷过来的 是价钱带刀指挥 相当于这个四匹人 那个时期过来呢 用咱现在人家话呢 我们当时住的是工坊 你们那是王爷府的府邸吗 允许买卖的时候 我们家老祖在1690年 买下这个地产 延续到现在 十年前 李敬莲和丈夫 对这处老建筑进行翻修 用空置房屋做餐饮经营 据李敬莲介绍 当时不敢大动大改 改造房屋时 只是将纯石木换掉 已经腐朽的木料 留下老石头 砖瓦 重新嵌入现在的房子里 老料它肯定用不上了 在这年久失修了 咱们这个地势潮 在泉水上泡着 所以里头所有的木料 都糗了 不能用了 咱我也是花了大价钱 要的纯石木的 全都木质结构的 然后重新打造的 现在吃饭 不是以吃为主 而是以文化 和以一些你当时的历史的 人为传承的这种东西 在里面 人家才有感兴趣来吃你的饭呢 对于济南老四合院 间隙改造升级的做法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 江波认为 上市级50年代后 济南四合院的使用功能 和居住方式发生变化 如果能从正面引导商业开发 或可使其 很好地融入 进行一些商业化的改造 或进行一个再利用 也是一个趋势 四合院实际是 我还能从作用组成部分 一些好的改造个案 要有一个正面的引导 这里面有几个院 改造确实不错 可以作为样板 所以大家就改造的参考 但有很多院改造 是面目全非 这种的 就改造之前 有一个这样的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